网传乐山大佛通佛性 只要有灾难发生就会闭眼 到底是真有其事还是以讹传讹 就让碎龙为你揭秘 历史上乐山大佛曾四次闭眼 1962年 百年难遇的旱灾 无数百姓活活饿死 大佛碎闭眼流泪 1963年天灾继续 大佛再次闭眼 1976年 唐山大地震死伤数十万人 大佛又一次闭眼落泪 最后一次是2014年 据说四次闭眼流泪 都有人亲眼目睹 不太可能是谣传 那么事实真相又会是什么呢 经过调查 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 大佛受到了酸雨的侵蚀 大佛眼部的石块变成了黑色 给人一种闭眼的错觉而已 我是碎龙 关注我 厂世间起宝 探古今之谜 进行发视频的老亲们 可以带上位置坐标 会有官方流量扶持哦 我可以带上位置坐标 我可以带上位置坐标